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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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的太好看了 真的是太貌美了 然后又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在我的设程之内 于是我马上就联系了sales 我说这边有没有这个包 结果竟然有黑色的耶 这颜色我真的也纠结了半天 因为黑色肯定是最不会出错 大多数人买第一个senile的时候 我相信都会是买黑色这个最百大最不容易出错 然后不会过时的颜色 但是呢我就想说我都是黑色的包包 要不要考虑一下其他的呢 然后我又看了很多 它有很多特别好看的就是那种季节款的 像我看到有一个牛仔布布料的 然后还有一个黑白拼色 就是这种熊猫款的都很好看 但是我问了都没有货 因为都是季节款的就是限量款的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包括之前还出过一个 就是那种亮面牛皮的一个包 就比较耐磨嘛 然后也挺萨的 也是没有了 所以最终只有这一个选择了 就是它是一个黑色山羊皮的 唉 说实话这个袋子比我想象中的小一点 我觉得这个包确实应该也不大 我们看一下 经典的senile包装 我真的很喜欢它这个山茶花 我不知道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山茶花的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击中我的心的 一个设计 还有点不舍得拆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给它复原 估计不能 这是贴上去的 那估计还可能 我们来打开它 里面是一个黑色的防尘袋 GP的防尘袋 真的是蛮小的 哦 链桥出来了 还是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给你们看一下 它比一般的Walk特别一点的是 它这里有一个提手 就像一个手拎包这样 多一种背法 然后你看它的链条 这是金色的 然后跟黑色以及银色的一个拼接 我记得是 对 黑色的皮嘛 然后跟金银拼接的这么一块 然后这里是它的 这个编织的logo设计 打开它 你们看 里面是这样子的 我来把链条拿出来一下 链条藏在里面 它这里是 还是一个Walk的经典的设计 你们看就很多装 卡的地方 123456 有六个卡包 然后这里是带一个拉链 里面可以放一些 比较私密的东西 然后外面这一层 还有一个隔层 可以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哦 这还有一个拉链 里面是这种红色的 我觉得这个黑色 跟这个酒红的搭配真的好好看 然后侧面就是这么宽 是没有很大 但是蛮精致的 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链条 你们看是一个渐变的这种感觉 这边是金色的 然后是过度到银 然后这边又慢慢过度到金 但是这个链条的长度真的是一个 它的被人诟病的点 它的链条真的太长了 我来背上看一下有多长 OK 它已经出话了 它在我这里 大概在我的屁股上 刚刚好在屁股上 我有提前做功课 说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背法 就是来避免这个链条过长引起的尴尬 比如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条 从这里 这样给它绕一圈 这样它就变小了 哦不 这样它就变短了 这大概是 你看就这么短了 然后就可以斜块在这里 然后我看到还有人说 可以从里面或者是外面 就如果是里面的话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系一个皮跟 系一个皮筋 或者是一个链条扣在这里 这样它就会变短了 或者是从外面 好像是在这个里面 这样来回绕几圈 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就它也会变短一些 然后这样就可以斜块了 会短很多对吗 那其实是不建议这么做的 因为可能会对你的包包链条 会对它有一点点磨损 我们来看它能装多少东西吧 我现在有点怕我的指甲 会给它留下划痕 因为我其实 这应该是我第一支 山羊皮的包吧 就我之前都比较偏向于牛皮 因为比较耐造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仔细的 特别会就是把这个包供着的人 所以我就特别怕我划伤它 但是这个山羊皮 据说比小羊羔皮 会稍微耐造一些 就处于小羊羔皮跟牛皮之间的 这么一个程度吧 就是还略微好一点 我的iPhoneX 放进去完全没有问题啊 你们看 非常大的空间啊 我觉得我可以放两个iPhoneX 都没有问题 放一个 放粉饼应该也没有问题 然后像钥匙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容量还是蛮能装的 真的 你看我的iPhoneX放进去 其实高度也是还差很多的 你们看一下 哎呀 就在这儿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实它蛮能装的 据说这是最能装的一个WALK了 其实它是一个我感觉不太像WALK的一个WALK 就很像Boy的那个小包 整个行为也觉得很像 包括这个提手这里我也觉得很像 然后它另外一种 背法呢就是这样拎着啦 我觉得这样拎着其实就蛮好看的 因为它是一个定型包 这样放放整整的拎着真的很好看 你可以把手这么搭进来 这样就很好看了对吗 钱都花了一定要好看 OK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就愉快的结束了 接下来这一年工作的动力已经有了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见哦 拜拜